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你的生动早咖啡好了 请慢用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3年的2月20号 星期一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几条商业科技清解读和你打开全新的一天 不知道平时你去买咖啡的时候会不会再点咖啡之余 烧带的买一些甜点或者是青食呢 比如说可送或者是三明治之类的 如果有一天咖啡店的菜单上提供炸鸡的选项 你会考虑尝试一下吗 不久之前咖啡品牌Tim Hardens的运营商正式对外宣布 与炸鸡品牌Popeyes中国进行合并 这也是Teams中国自去年9月在纳斯达克上市之后的首个大动作 交易完成之后 Teams中国将会获得Popeyes在中国大陆和中国澳门独家 及特许经营权 Tim Hardens也宣布 未来会将Popeyes的产品加入到他们的中国菜单 作为咖啡界的网红 Teams中国确实已经成为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 但是身处国内竞争激烈的咖啡市场 Teams咖啡到现在还没能跑通盈利 而在北美和欧洲都有着高人气的炸鸡品牌Popeyes 进入中国这几年时间里还没来得及大展拳脚 就陷入了关店风波 那么Tim Hardens为什么要和一个炸鸡品牌合并 咖啡和炸鸡组合会产生怎样的联动效应呢 我们今天的经解读就与此相关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微软宣布限制避应AI聊天次数 避免AI的情绪化反应 引入了ChatGPT的搜索引擎避应 在公开测试一周之后却风波不断 根据美国科技媒体The Verge的报道 许多用户发现避应AI会侮辱欺骗用户 甚至还会操纵用户的情感 微软表示将会实施一些限制措施 比如用户每天最多可以与人工智能进行50次的对话 而每次对话的问答也限制在5轮以内 当聊天达到5个回合之后 避应将提示开始一个新的主题 每轮绘画结束的时候还需要清除上下文 以避免模型混淆 过去一周传出了不少关于避应精神错乱的报道 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和避应两个多小时的聊天记录 聊天机器人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位作者 还试图说服他离开妻子和聊天机器人在一起 微软的公关总监回应到 新版避应试图让答案既有趣又真实 但是鉴于这是一个初期的版本 他的表现有时候让人意想不到 或者由于不同的原因还是会给出错误的答案 飞书首次披露商业化指标 2022年订阅收入达到1亿美金 根据36克的报道 在2月16号的内部会议当中 飞书首次披露了他们的核心业务指标ARR 也就是年度经常性收入 在去年达到了1亿美金 和2021年相比增长了2.7倍 对于软件服务公司来说 年度经常性收入在总收入当中占比越高 意味着收入的稳定性和未来的潜力越高 飞书的CEO谢欣表示 跨越1亿美元ARR对于SaaS产品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此前飞书从来没有对外公布过 营收以及利润的情况 这和丁丁企业微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成立于2016年的飞书 前身是字节跳动内部的效率工具 于2019年正式在国内提供服务 商业化探索初期 飞书就确立了以大客户为主的商业化战略 从去年开始 飞书陆续拿下了包括小米理想安客 和Keep在内的多家标杆客户 连续4年盈利的SheIn 公布了激进的销售目标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SheIn的高管最近在一份演示稿当中披露 SheIn去年的利润达到了7亿美元 尽管和2021年相比 有所下降 但是已经连续4年实现了盈利 同时这份文件还展示了 SheIn的未来销售计划 他们想要在2025年将营收翻一倍 达到585亿美元 相当于现在H&M和Zara销售额的总和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SheIn正在筹集超过30亿美元的资金 而公布未来的收入目标 可以为今年晚些时候的IPO 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不过SheIn的目标能否达成 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根据咨询公司Morning Consulting的研究 SheIn的主要目标受众 是美国的年轻女性 几乎没有品牌忠诚度 而同样来自中国的电商品牌Timo 也在不断蚕食着 SheIn的低价服装基本盘 圆宇宙热度在持续降低 腾讯回应X2团队全面解散 最近有媒体报道 腾讯部分解散了X2混合现实团队 部门之内300多名的员工 将获得两个月的缓冲期 腾讯方面则回应表示 他们正在变更硬件发展路径 对相关业务团队进行调整 腾讯此前尝试收购VR厂商Pico 和游戏手机公司黑鲨 不过都没有收购成功 不得不放弃了收购的方式 调整硬件路径 直到去年的6月 腾讯的X2团队才正式亮相 而此时许多的互联网大厂 都已经迭代了多款的元宇宙产品 对虚拟现实和元宇宙业务 进行调整的巨头 不仅有腾讯 就在几天之前 字节旗下的VR公司Pico 也进行了裁员 澎湃的观点认为 商业化前景不明朗 大量烧钱 都是元宇宙产业 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那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 几条商业科技动态 别走开 我们马上和你一起来聊聊 咖啡品牌Tim Hortons 为什么要和炸鸡品牌 POP ICE合并 欢迎来到今天的清解读 2月8号 Tim自中国的运营商宣布 与POP ICE中国进行合并 Tim Hortons和POP ICE 都同属于全球最大的 餐饮巨头之一 RBI旗下的品牌 RBI也是汉堡王的母公司 如今Tim Hortons和POP ICE 这两个国际品牌联手 或许也意味着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在Tim Hortons的店里 就会看见 咖啡配炸鸡 这样的一种新组合 不过Tim Hortons和POP ICE 在分别进入中国之后 他们的市场表现 还是有比较大差异的 我们先来看看 被称为 加拿大国民咖啡的Tim Hortons 1964年 Tim Hortons创立于 多伦多附近的一个小镇 汉米尔顿 虽然加拿大一直以来 被认为是一个 被美国文化入侵严重的国家 但是在喝咖啡这件事上 来自于美国的双维美人鱼 显然无法撼动Tim Hortons 在加拿大人心中的地位 根据研究机构 Stadista的数据 Tim's咖啡 目前在加拿大的市场份额 接近七成 然而这一家成立时间 要早于星巴克的咖啡品牌 在中国市场上 却还是一位新近玩家 2019年 RBI看到中国咖啡市场 巨大的潜力 在当年三月 将Tim Hortons 引入了中国市场 首店就选在了 上海人民广场 自那之后 Tim Hortons 就在迅速 拓展自己的门店数量 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 目前 Tim's中国的门店数量 已经超过了600家 相比起 Tim Hortons 同样是拥有近半个多世纪历史的 炸鸡连锁品牌 POP ICE 对于我们国内的消费者来说 就更为陌生了 1972年 POP ICE 创立于美国南部 路易斯安那州的新二粮 经过50年的发展 POP ICE 在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 拥有超过3000家的餐厅 然而在全球市场 存在感不低的POP ICE 进入中国的道路 却并不顺利 最早在1999年的时候 POP ICE 就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 历经波折后 一度退出 到了2020年的5月 POP ICE 在上海 开出了中国大陆首家旗舰店 他们在首店开张的时候 也曾经掀起过一股排队潮 成为当时社交平台上的 网红炸机品牌 在那之后 他们在国内又逐步 开出了9家门店 基本上都在江浙户地区 不过当首店和网红的 光环退去之后 POP ICE 在国内消费者心中 又逐渐回落到了一家 普通炸机店的水平 去年下半年 POP ICE 陆续关闭了多家餐厅 根据澎派的报道 当前 POP ICE 在国内仅剩下两家门店 一边是仍在奋力狂奔的 北美咖啡品牌 另一边是在国内 水土不服的网红炸机 这两个看上去是 毫无关联的品牌 为什么会选择走在一起呢 原因之一 合并可以为Teams 注入大量现金 改善公司资产负债表 自从去年在纳斯达克上市之后 Teams中国一直处于 增收不增利的状况 以去年三季度财报为例 Teams咖啡在国内的营收 大约是3亿人民币 同比上涨接近7成 也刷新了他们 单季度营收的最高值 然而和高营收 形成了鲜明对比的 是去年第三季度 接近2亿元的亏损金额 缺口也同比扩大 超过7成 而累计亏损 更是达到了11亿元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 Teams中国自然需要 更好的业绩表现 以提升外界的信心 目前Teams咖啡 在国内拥有600多家门店 其中大部分都是直营店 而他们下一步的计划 是在年底突破1000家门店 到2026年 计划在国内开设3000家 要想实现这样的目标 充足的资金是必备条件 而Teams Houghton和Popeyes 除了同属于RBI之外 其实他们还有一层关系 那就是Teams中国的最大股东 迪卡尔资本 去年拿到了 Popeyes的中国特许经营权 那这一次的合并 相当于迪卡尔资本旗下 两个不同的餐饮品牌 合并到一起来运营 尽管交易的双方 并没有透露具体的 合并方式和细节 但是Teams中国对外表示 这一次合并对他们来说 是一项极具财务吸引力的交易 可以为他们带来大量现金 让他们持续投入资金 开出门店 从而形成品牌影响力 原因之二 两个品牌可以整合借力 从而获取更优势的资源 根据CBN Data的分析 Teams中国所渴望打造的模式 是在沿袭百胜中国 这样的餐饮巨头 在国内的发展路径 也就是同时坐拥好几个品牌 在供应链管理 门店扩张 和产品研发上协同发力 从而快速占领市场 在资本市场当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如今Teams中国和PowerPice合并之后 这两个品牌之间 不仅可以共享物流资源 还可以共享仓库 在原材料方面 合并之后肯定 还会带来更大量的需求 而升级的原材料采购量 则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强的溢价权 从而换取更优惠的价格 除此之外 两个品牌还可以在店面选址 城市布局等等方面合作 通过打包入住 拿到更好位置的店面 和更低的租金 原因之三 延续Teams咖啡加暖食的特色 拓展产品矩阵 根据界面新闻的分析 这两年 国内咖啡连锁品牌 出现了两个主要的趋势 一是咖啡茶饮化 另一个是咖啡减餐化 这两种战术 其实都是为了提升客单价 改善毛利率 而Teams咖啡 这一次对于炸鸡类餐食的加码 实际上也是连锁咖啡行业里 简餐化午餐化热潮中的重要事件 公开资料显示 去年星巴克和瑞幸 都加大了在烘焙和甜品品类上的供给 像火腿可颂 贝果这一类 可以满足午餐需求的品类开始变多 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 Mana Coffee也推出了包括 披萨汉堡在内的一些 冬日青食系列 单品的售价 也在35到70块钱之间 盘古智库的研究员认为 Teams在加拿大本土 就是咖啡加快餐的模式 在中国市场的咖啡减餐化当中 他们也是有先发优势的 的确如此 Tim Hottens在成立之初 就以为当地工人提供咖啡 烘焙和轻食为特色 早上开车上班 在Tim Hottens停下来买个早餐 好像已经成为了 加拿大人的日常缩影 在加拿大市场 Teams咖啡的暖食销售占比 已经超过了40% 甚至他们的咖啡加甜甜圈组合 已经成为最能够代表 加拿大特色的小吃搭配之一 而进入中国市场的Tim Hottens咖啡 也在尝试拓展更多的经营可能性 比如把北美的甜甜圈 换成了贝果牛肉卷等等 而未来有可能出现的 咖啡加炸鸡组合 相当于延续了 Tim Hottens咖啡加暖食的传统 有分析认为 目前市场上有的企业 通过运营餐厅 带动了旗下咖啡品牌的发展 Tim自中国如果能够反其道而行 通过咖啡提升餐饮业务的销量 也不失为一种新颖的经营策略 Tim自中国和Popeyes的合作 更像是抱团取暖 Tim自中国需要借助Popeyes 来打造自己在咖啡行业的独特优势 而Popeyes也需要借助Tim自中国 现存的600多家门店 打开自己在中国的市场 双方都有利可图 那么一边喝咖啡 一边吃炸鸡的模式 真的会更好吗 合并之后的Tim自中国 还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呢 首先门店运营和品类创新的难度比较大 有业内人士认为 虽然咖啡和炸鸡分开来看 都是消费品次比较高的品类 但是这两个品类的消费场景 有一定的区别 因此无论是门店运营还是营销 都很难放到一起来做文章 另外咖啡加炸鸡的模式 也并不是特例 国内消费者更熟悉的 肯德基麦当劳还有汉堡王 都提供咖啡产品 只不过这些品牌 在推出咖啡品类的做法 更像是顺水推舟 在经营上 采取的也是餐饮品牌的思维 而无论是咖啡还是炸鸡赛道 现在都处于加速洗牌的阶段 在均价没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 仅凭借着品类的整合 是很难拓展市场的 其次 品牌知名度仍然比较弱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 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的时候表示 目前国内一二线城市 无论是咖啡还是洋快餐市场 都已经进入饱和状态 新品牌想要抢夺这部分市场的难度比较大 许多餐饮巨头也在不断下沉寻找机会 因此调整一二线城市的布局策略 重点切入三四线市场 可能是新品牌 获得生存空间比较可行的思路 然而目前 Teams中国90%的门店 都在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 这些区域的咖啡品牌极多 竞争已经接近白热化 Teams中国的可替代性也比较高 但是在二线城市级以下 Teams几乎没有知名度 因此对于Teams中国来说 不论是在渠道还是产品方面 目前仍然缺乏坚固的护城河 在激烈的竞争中 如何走得更远 打造自己的独有特色 一直是Teams中国 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聊到这儿 我们也很想来问问你 你会看好咖啡家炸鸡的模式吗 通常情况下 你的咖啡搭配组合会是怎样的呢 欢迎你在我们的评论区 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在周三一早再见啦 拜拜 这就是今天为你准备的 生动早咖啡 希望能给你带来一整天的能量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这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同时你也可以在公众号和微博 搜索生动活泼 生是声音的生 这样就可以了解更多 与我们节目相关的信息啦 生动早咖啡 期待与你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